北民有声 我有一座恐怖 第二百五十集 一共有七个人要参加二星的恐怖场景 陈哥发现其中两个人很有可能是怪团协会的成员 他决定配合他们演出一场好戏 并且带上了顾飞羽 木板合上后 最后一缕光线也消失不见了 地下场景里很暗 几名游客都有些不适应 那个在陈哥面前表现的若不经风的医学生 进入场景后就好像换了个人一样 声音沉稳冷静 竟然还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笔记本 大家别慌 这个场景虽然难度极大 但也不是没有通关的可能 占用大家三十秒的时间 我先给大家说一些注意事项 玩个鬼屋 还用写笔记 什么年代了 不会用手机吗 那对情侣里的女人不耐烦地说了一句 她脾气有些暴躁 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在陈老板的鬼屋里 绝对不要去使用手机 最好是碰都不要碰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这笔记本上的每一条 都是学长们用血和泪换回来的经验 是我们九江医学院的传承之一 我看哪 你们是上学上傻了 女人冷言嘲讽 她身后的男人扯了扯淡 娜娜 别人事 女人的心情似乎很不好 她甩开了男人的手 你少管我 陈子明 我们两年前是在这鬼屋认识的 现在我们就在这里分手 以后你走你的独木桥 我过我的阳关道 你别再闹了行不行 我不陪你 只是因为我现在的事业 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 我不敢分心 是我无理取闹吗 老娘稀罕你的钱吗 陈子明 你最落魄的时候 我没有离开你 老娘陪了你整整两年的时间 众人打量女人 发现她穿着短高跟 化了一个淡妆 身上的衣服不算贵 但却搭配得很好 我知道 娜娜 别说了 物是人非 就跟这鬼屋一样 两年的时间 已经改变太多了 女人说完 就朝沐阳中学里走去 男人紧跟着追了出去 受弱男生抓着手中的笔记 有些着急 两位留步 我要说的第二条就是 千万不要分散了 她大声叫喊 可惜那对情侣正在气头上 没人理会她 这时 另外两个九江医学院的学生 凑了过来 杨陈 别怪他们了 咱们自己也能通关 这个场景需要多人协作 才月司完成了机会 本来我们人就少 剩下我们五个人 绝对不能再分开了 这一位被叫做杨陈的瘦弱男生说完后 又看向魏武和孔祥明 两位有没有兴趣合作 我们只有找到十七个校牌才算通关的 合作 你们是不清楚 这个鬼屋老板有多变态 如果不通力合作的话 根本没有通关的机会 杨陈说完 从笔记中取出了一份手绘的图纸 其中标注了四十一个红叉 这是我们的诚意 牧羊中学场景自开放以来 不断学长学习来自体验 大家曾在四十一处地方发现过校牌 校牌的位置在不断变动 但是其中也有重复的 首先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 搜查这四十一个地方 魏武和孔祥明 对杨陈手中的地图很感兴趣 至于通关什么的 他们并不在意 两个疑似怪谈协会成员的人 简单交流几句后 同意与杨陈合作 合作没问题 对大家都有好处 时间有限 我来分配一下 两位老哥 你们负责左边的这几个 王衍 李雪 咱们三个去右边 大家千万要注意 一定要时刻保证自己 处于同伴的视线当中 最好是两人结伴 陈老板的鬼屋里 还有几个禁忌 不能玩手机 不能单独行动 以及不要问姻缘 这些禁忌 都是学长学姐们总结出来的 有的我也不清楚原因 但存在必有道理 希望大家牢记在心 不要去尝试 杨陈的表情十分严肃 他说的那方话 让魏武和孔祥明 也有点摸不清底 两队人一左一右 还是搜查两边的教室 等距离拉远以后 魏武悄悄走到了孔祥明身边 而孔祥明却十分谨慎 他装模作样地 在翻找笑牌 这个鬼屋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那些禁忌一个比一个闲闻 离我远点 就当我们两个 谁也不认识谁 鬼屋里安装有监控 小心被看到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有些不安 少说话多干活 别忘了我们进来的目的 那位陈老板应该快要来了 孔祥明低着头 眼底隐约有血丝赏过 他不时看向场景出口 阴冷的风吹过走廊 空白的试卷上下翻了 两边的教室里 明明一个人都没有 但却会发出奇怪的声响 孔祥明和阳晨两队人 一左一右搜查两边的房间 只用了三分钟的时间 就来到了走廊尽头 他们在最后一间教室门口会合 鬼屋老板又改变了笑牌的位置 你们找到了几个 一个也没有 魏武说得很坦然 他和孔祥明进来的目的 一开始就不再寻找笑牌上 那另一个男生也是一个急性子 什么都没找到 还有理了 罗雅 我觉得咱们还是不要带上其他人了 带上他们 也是累赘 刚进来总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这里地形复杂 鬼屋老板又学过心理学 藏的位置极其刁钻 找不到也很正常 最后这间教室里 保底隐藏有三个小牌 大家不要分开了啊 一起进去 速战速决 推开最后一间教室的门 杨晨第一个冲了进去 不要磨蹭 学长们特别交代过 一定要快 停留得越久 越会发生恐怖的事情 三个医学生配合默契 各自负责一块区域 他们低着头 不和人偶对视 也不去触碰人偶 看见校牌后 立刻伸手拿取 动作又快又准 一看就是重复练习过很多次的 魏武和孔湘明 没有进入教室 他俩站在门外 看着那些或做或立 姿势各不相同的人偶 孔湘明从牙缝里 挤出了一句话 他声音很低 只有旁边的魏武能够听到 我好像在那些人偶身上 看到了一个个 活人的灵魂 把活人当玩具 死后也不得安宁 真是一个恶毒的家伙 你说那些人偶 会不会就是曾经得罪过他的人 恐怕没那么简单 人偶数量很多 我怀疑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不知情的无辜者 甚至是 来参观的游客 城市里每年会失踪那么多人 说不定 有些人就变成了鬼屋里的人偶 这次的目标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残暴 一定要小心啊 听完孔湘明的话 魏武往后缩了缩身体 看向几个学生的目光中 带着一丝怜悯 游客又怎么可能知道 吓唬他们的人偶 或许就是曾经消失的游客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